文睿同学 我是云科大招生办负责人 关于我们学校 你肯定听过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我就三句话 其一 你若来我们学校 我们会给你提供每年一百万奖学金 其二 你可以选择本朔博联读 导师人选 其三 将来我们保你可以进入云科院 在家每年有一百二十万奖学金 且你需要什么 尽管提 我会全力满足 一百五十万 我们这大给一百五十万 本朔博联读 导师人选 将来同样保你进入云科院 一百八十万 我们魔都交大 排名全国前三 只要你愿意来 还可以给你配备私人实验室和助理 我们侠大出两百二十万 我们男大出两百五十万 现场突然变成了大型文睿拍卖现场 反正越往后 喊价就越高 没有财力的学校都不敢出声 文睿同学 我是熊大招生办负责人 我们学校给你的 应该不会比前面那些多 不过我们学校风景很好 底蕴也深 且每年都有交换声 可以提供给你 你很有勇气啊 一个排名靠后的二一一学校 而且还没啥奖学金就敢开口 这也不能怪这位熊大负责人 实在是前面喊价太高了 两百五十万奖学金 他们熊大实在拿不出来啊 这是清华招生办的人开口了 文睿同学 我们清华应该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吧 我也不藏着业者 在我来江城之前 校长可是专门找我谈过话的 他的意思很明确 无论如何都要把你拉接我们清华 为此给予了 我极大选限 比如最高一百万奖学金 专业任选 导师任选 你若有其他要求 可以任意提出 只要不是太过分 我都可以答应 只不过现在情形 这一百万奖学金 肯定是不够的 为了表达出我们清华 对文睿同学你的渴望 我刚刻意联系了校长 他已经答应将奖学金 提高到三百万 至于其他条件 别的学校能给的 我们清华同样可以 小小清华而已 文睿同学 我代表北大大学 向你发出最诚挚的邀请 希望你能来我们北大就读 凡是清华能给你的 我们北大同样可以 而清华不能给的 我们北大也能给 我还可以答应你 等你入学之后 我们会在学校附近 给你提供一个 最少两室一厅 包装修的私人房子 让你能安心学习 且只要你在北大成绩出色 那这个房子就一直归属于你 学校不会收回 一般人上大学 都是住在宿舍 北大居然还给其 提供私人住所 这简直是破天荒了 在帝都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两室一厅至少值五百万了 文睿 国内这些大学 都是非常不错的 且给出的条件 也非常丰厚 丰厚到老古我这辈子 都是第一次见 估计也是最后一次 但作为你的校长 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 万万不要被眼前 这些利益所蒙蔽 而应该选择 最适合自己特长的大学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看重 远千里而来 但不好意思 我只能选择一所学校 所以清北两位负责人留下 至于其他人就对不起了 请回去吧 随着我的开口 大型拍卖现场也算结束了 其他学校的老师并没有太失落 因为他们心里也有数 国内最好的两所学校也就清华和北大了 两位老师 你们的条件都说完了 听上去都还不错 但我还想说说我的要求 第一 我会本硕博联读 但数物化升等相关专业我都会研究 而不局限于某一门 所以到了大学 我或许不会专门跟某一位或几位导师 也就是说我不会败师 第二 大学期间我想要绝对的自由 我想上的课程自然会去上 不想上的课程就不会去上 学校不能强求 第三 我也许会进行一些实验 所以希望学校能提供一间私人实验室 你应该知道我们清华有以功课出名 在数物化升相关专业 拥有最好的老师和最全面的基础设施 称得上是全国第一 绝对是你的首选 我们北大在这方面实力也并不差 且我可以保证 你在大学期间拥有绝对的自由 所有课程自由安排 至于私人实验室 我也可以帮你去申请 不敢说百分百 但起码有八九成把握能搞定 就在此时古天玄急匆匆的闯了进来 两位老师十分抱歉 那云科院来了人 想见文睿并商量点事 所以他需要跟我离开一会 至于文睿选学校这事 要不先让他考虑一下 之后再谈 蛤?